今日第十一屆立委报道后 随即进行立法院政副院长选举 韩国瑜一票 王珊珊一票 游锡坤一票 最终韩国瑜54票 击败游锡坤51票 顺利当选立法院长 江启臣当选副院长 韩国瑜说 国瑜身之 肩膀上责任重大 广大的人民 期待有一个新的 焕然一新 改革风貌 实质上 扎扎实实地创造 台湾老百姓幸福的立法院 这是我肩膀上的责任 那在这里我特别要向前院长 游锡坤院长至上最高的谢意 希望游锡坤院长跟我一起 以及其他委员同仁 我们一起来努力打拼 那立法院 包括院长的办公室啊 院长的官邸 也可以提供给游锡坤院长来使用 我是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的简单 韩国瑜在晚间脸书上也贴文 任重道远 感谢同人们的付托 江启臣则说 未来我会和韩国瑜院长 一起捍卫国会尊严 严守一时中立 总统蔡英文也发文祝贺 恭贺新任韩国瑜院长 和江启臣副院长 感谢游锡坤前院长 而赖清德则对游锡坤未能连任 表示遗憾 游院长的风骨啊 令我非常钦佩 因此我在这里也特别再次的感谢游锡坤院长 也向游锡坤院长表达我最高的建议 不过场外又有人吵成一传 某个友台节目 接连八个小时羞辱游锡坤 我王世坚非常不以为人 周玉寇则说 立法院长落选游锡坤辞立委令人敬重 但网友不买单啊 笑死这是在演哪出 那战开始了吗 哇 阿嬷连水牛伯都呛 又在带风向了吗 是接到指令了吗 任务结束 谢谢大家 还是水牛伯干脆利落 谢谢大家